朱婷,中国女排的超级巨星,最近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,她代表意大利俱乐部斯坎迪奇首发出战,贡献了12分,帮助球队获得了一场胜利,这一决定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,因为朱婷放弃了国内比赛,让我们深入探讨朱婷的决策和争议,以及她的回应。 在意大利女排联赛中,朱婷的首秀令人瞩目,她在比赛中表现出色,砍下了12分,帮助斯坎迪奇获得了一场胜利,这表现标志着朱婷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实力,同时也引发了更多人对她的关注。 朱婷的决策源自她未回归中国女排的选择,即使亚运会在中国举行,她也没有参加比赛,这一决定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。 蔡斌,中国女排的主帅,多次试图让朱婷回国参加国家队比赛,但未获成功,这个决定不仅让中国女排丧失了一位世界级的球员,还引发了对她是否忠诚国家队的质疑。 中国国内舆论对朱婷的决策反应不一,一些人感到失望和批评,认为她应该回归国内比赛,特别是在亚运会这样的国际赛事中,名嘴韩乔生对朱婷进行了调侃,一显示舆论的复杂性。 这种情况使人们对她的忠诚度产生质疑,甚至开始怀疑她是否仍然是中国女排的一员。 朱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与科托罗医生的合影,科托罗医生曾为她进行手腕手术。 这张照片提供了有关朱婷手腕手术的背景信息,说明她的手腕健康仍然需要关注,她需要定期检查和高昂的药物来维持健康。 这是她决定参加意大利联赛的原因之一。 朱婷选择为意大利俱乐部比赛的原因使俱乐部比赛的强度相对较低,更适合她的手腕康复,并降低了受伤风险。 这一决策是为了确保她在未来的比赛中能够表现出最佳水平,同时减少手腕受伤的风险。 这是一个合理的决策,因为球员的健康和职业生涯更加重要。 蔡斌作为中国女排主帅,试图多次让朱婷回归国家队比赛,但没有向外界透露她的手腕伤情。 这种情况也加剧了争议,因为球迷和媒体无法了解朱婷的健康状况,也无法理解她的决策。 蔡斌的角色在这个争议中变得更加复杂,因为她必须在国家队和球员的健康之间取得平衡。 总结来看,朱婷的职业决策引发了广泛争议,她的决定在国内引起了质疑。 但通过她的回应,我们了解到她的手腕健康问题和为俱乐部比赛的合理性。 这一事件凸显了现代体育界的挑战,及球员的职业生涯与国家队之间的平衡。 希望这次争议,最终能够以对朱婷和中国女排的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解决方案而告终, 同时也能引起对体育管理的更多关注和反思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